塔尔塔罗斯的节操底线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出许多 去往无尽深渊前的白手巨神处取回亚特兰蒂斯的时候 大家才听说了安菲特里特现在的情况 他的背鲁并不是像原本众人想象中的那样被塔尔塔罗斯化归为禁缆 而是被用作看守三重铜门 在通往无尽深渊的道路周围 包围着三重暗幕和三道铜墙 而作为这其中关键封锁用的铜门 最初就是由波赛东亲手所造 犯下永恒罪孽的人和神会被投入深渊 永远不能再次见到圣山的神光 这里是冥土的一部分 却也是更接近万物的本源混沌 神是彼此之间并不允许杀戮 但无论是泰坦之战中战败的那些初代巨人们 还是被推翻了的第二代神王克罗诺斯 这些人却都是极其危险的存在 他们意味着奥林匹斯可能无休止地动荡 于是在不能诛杀这些神士的前提下 将他们投入无尽深渊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作为深渊主人的塔尔塔罗斯 以及负责把守同门的白手巨神 也确实地将这看守任务持续了几千年 可是就在最近 这样的形势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同门的四角不知在何时 展开了细小的裂缝 最初也许并不起眼 但在过上几年或是几十年之后 谁也不敢保证这些裂缝 会不会变成同门崩溃的原因 塔尔塔罗斯早就派人去转告了波赛东 关于同门需要维护修补的事情 可是波赛东的意思是 当初货物出厂没附带三包服务 所以屡次以各种借口推诿责任 要封小小以卑劣想法揣测的话 估计后者早巴不得科洛诺斯 能尽快逃出来了 这样就算不能让奥林匹斯山 主神地位重新洗牌 至少也能给宙斯添年赌 塔尔塔罗斯的职责 是不能离开无尽深渊 因为无尽深渊说白了 其实就是他本身 于是波赛东不肯过来 他也就拿这个由头的海神 没有半点办法 至于说再转告更多的人 带信或者是施压 一来 塔尔塔罗斯本身就不是碎嘴的性格 二来 他也不愿意这件事情给诸神造成恐慌 再于是 当安菲特里特突然被掳到地狱来的时候 塔尔塔罗斯灵机一动 突然发觉自己似乎是看到了一丝曙光 被正式承认的各界王后和其君主丈夫都可以共享尊荣的权利 比如赫兵 比如赫劳 比如赫拉 比如赫斯 比如普尔塞福尼和哈迪斯 再比如安菲特里特和波赛东 所以塔尔塔罗斯大人已经把安菲特里特 禁锢在了铜门里面了 现在啊 除了伯赛东以外 只有他有能力保护铜门 除非伯赛东亲自过来 修缮好铜门 否则那里就要由 安非特里特的神力 亲自维持 直到永远啊 白手巨神蹲下 接近趴地地凑在 风小小一行人前 自以为小小声地 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告着蜜 风小小牙疼 换句话说 就是挟持人质 逼波赛东露面 顿了一顿再道 其实你完全可以 粘起来说话的 反正你的耳语 在我们听来 也是洪亮的不行 白手巨神委屈地看了 风小小一眼 慢吞吞直起身子来 拍拍衣服 依旧跪坐在地上点头 塔尔塔罗斯大人很生气 毕竟 无尽深渊里的罪犯们 如果真的跑出来的话 肯定是十分头疼的事情 所以 你们最好早点转告波赛东 让他抽出时间 尽快地赶过来一头 否则 他的王后 可能就要换人住了 而原来的海后 自然就要被抓壮丁 顶替塔尔塔罗斯面前的 头号小族 坚守在防御一群 来头大到吓人罪犯们的 第一阵线 杨烟点根烟 吞吐个烟圈后鄙视 欺负个女孩子 算什么英雄 对比起刚刚提到的名后 帕尔塞弗尼 安非特里特的节操 简直是完整到令人感动 最起码在希腊混乱的众神关系中 这位女神算是难得的纯洁了 白手巨神撇撇嘴 刚想说些什么 深渊的黑幕之后 已经缓缓走出一个高大的人影 伏羲抬眼望去 一个仿佛全身都包裹在 寂灭中的男人走了过来 并不是欺负他 杨烟险些被烟呛着 刚说人坏话 郑主就突然出现了 这样尴尬情况 即便是杨烟这厚脸皮 也有点扛不住 白手巨神连忙俯下身体沉浮 男人无视地走过他身边 停在伏羲面前 静静地沉默了一会儿 才继续道 我是最接近卡俄斯的原始神 也许其他的神士不会明白 但是你肯定能明白 铜门的破裂并不是偶然或意外 它代表了更可怕的后果 比如说世界末日 伏羲喊手 我知道 而后再一冷笑 那又如何 塔尔塔罗斯盯着福西看了好一会儿 我并不想强加什么责任 在诸位外籍神士身上 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身为奥林匹斯上 闪耀着的神作之一 安菲特里特却与你们不同 他还有其他任何一个神士 他们都有责任来弥补和挽救这一切 这话说的并不过分 严格算起来的话 这些属于人家自己的家事 而且事关重大 确实不是自己一帮外人好插口的 风小小忙接话 我们会尽快联系到波赛东的 安菲特里特就先放在您这儿了 塔尔塔罗斯看眼风小小 再转向福西 显然要等到后者表态 福西自然不可能持反对意见 于是亲眼确认 对方点头后的塔尔塔罗斯满意 自以为体贴地送上另外一条福利条件 作为报答 在波赛东到来之前 我也会为你们看好那个加尼莫德斯 虽然我这里并不适合一个柔弱的少年久呆 但是仅仅是把他带离波尔塞弗涅身边的话 那还是没问题的 哈迪斯默默点头顶了个 由于自己有个分外心狠手辣的丈母娘 普尔芬西尼可能不怎么给他面子 但是塔尔塔罗斯发话的话 想必他还是不得不听从的 从明界再次坐弯车回到俗世界 封小小有些感慨 也有些不解 他以前并不怎么专门研究神话 所以粗浅地听说了哈迪斯强老婆事迹后 一直以为这是个深爱妻子的男人 与此相对应 封小小印象中的巴尔芬西尼 一直是个温柔美丽 令人见之可亲的姑娘 否则怎么解释哈迪斯偏偏要想尽办法 取到他的举动 可是下来一趟之后 再从扬言嘴里挖掘出一些 隐藏比较深的名后情史 封小小顿时对普尔菲斯年印象 有了个大翻转 天空 海洋 地狱 三个世界的王者分别有三个妻子 赫拉明显彪悍霸气不解释 但从头到尾也只执着于一个渣神 安菲特里特则更显得低调谦和 嫁给波赛东后 不仅专心深爱自己的丈夫 甚至就连丈夫的情人 也从不在外人面前为难 给足了男人面子 还从不夸耀 只有普尔菲斯年 这是个极其让封小小弄不懂的妹子 先不说她在嫁给哈迪斯前 就曾经和宙斯有一腿 就说其嫁人之后 还和宙斯又生了一个女儿 再再说 她还敢当着老公的面和爱神抢男人 以哈迪斯的性格 不修了她就已经是匪夷所思 更别说明王还数十年如一次 承认并维护她的地位 还愿意每年放她自由八个月回地面 甚至几次听这个老婆的话 破坏自己公正原则地 放走了一些本该死去的古希腊英雄 春神虐我千百遍 我待春神如初恋的 难道说普尔菲斯年 就是传说中自带马丽苏光环的超级牛人 坐拥后宫还能让男人们 不吃醋抓狂的那种 NP小说女主角 当然不是 扬言笔是风小小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如果研究过希腊神话的话 你就知道了 这些神士娶妻子 要么是宙斯安排 要么是情形 或者说命运使人 无论理由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奥林匹斯上的神士夫妻 都不可能存在离婚的说法 比如说赫拉曾经反叛宙斯 换作古代皇帝的话 早把这老婆砍了 更别说对方当时还没转正 可是宙斯在惩罚之后 却依旧宣布承认了对方的 唯一合法正妻地位 这其中无疑有众神施压的原因在里面 但说的直白了点 也代表了一种利益的结合 哈迪斯的情况差不多 原始神和十二主神 无论去哪一个 都会引起神王的忌惮 太低级的女神 他又看不上 而在宙斯的女儿里 差中选忧 除掉一个完全上不了手的 处女神雅典娜以外 最适合结婚的 就是Persephone 再加上对方神位 和自己的属性可以互补 于是结果就这么直白而简单 希腊神话果然很神奇啊 风小小感慨了去 而后四周看看地面上陌生的世界 忍不住问 现在我就想问一句啊 这是什么地方 扬言同样看看周围景色 沉默十分钟才开口 如果没猜错的话 我们现在在希腊神统治徒弟 主位 请问一下 你们有护照吗 护照 方小小和李孝两个草根表示 这么高端的东西 又不是身份证 随时都会用的 家里抽屉绝对比一副口袋 更适合收藏这样的存在 自己怎么可能随身携带 而杨炎个钻石二代则表示 这么低端的东西 老子不用带 一般不被你们这些穷鬼脱力去组团的话 老子都是坐家里私人飞机 至于其他零零碎碎的小玩意儿 还用父少爷亲自整理的话 要管家女仆有个屁用 于是 一帮非法入境者面对陌生世界不约而同的泪流满面 我可带你腾云 福西对风小小说道 福西只对了风小小这样说道 李孝累了 西哥 那我和二哥呢 至少给纸条倒啊 西哥 单向传颂 真心伤不起啊 来的时候惊心动魄 回的时候漫长纠结 仔细这么一想 李孝也觉得水仙花以后还是少用为好 就算是带了护照 可是自己没有出境记录 冷不丁突然从国外买了机票飞回来 这果断就是催有关单位上门查水表的节奏吧 还好地头上总有地头蛇 转身二话不说揪出个冥界的哥们儿 威逼对方向奥林匹斯报信后 借了阿波罗的太阳战车 一票人终于是顺利回到自己家 当然 福西的邪人腾云计划也因此而泡汤 助人为了的阿波罗分外无辜地被蹬了一路 依依根本不知道在后院发生的事情 从盖尔莫德斯被带走到众人回归 总过程不超过四小时 大概也就是下午一个上班时间 今天淘一巴的客人倒是不多 但是整理过年期间累积下来的各种账务和琐事 却足以占据他大多工作时间 所以当依依关了店门回到后院 并发现李孝和杨炎正指挥花妖们归整花铺 铺设小路及树立标牌的时候 好奇多问了一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怎么这么多水仙 我记得早上的时候后院还挺空旷着啊 李孝分外苦逼看了依依一眼 一言难尽 杨炎痴笑 难尽个屁 谁叫你乱带东西过来的 哎 那个是什么什么花 把鹅卵石小道采取一点 千万别露出泥缝在外面 免得以后又有什么妖魔鬼怪的种子掉进去 李孝哀怨看了杨炎一眼 扛着刚弄出来的空白标示牌 却立牌子去了 依依听得十分好奇 非常勇于挖掘内幕的一步一去跟了过去 什么种子啊什么种子啊 在自己家院子啊 你们怎么还弄炸篮 这牌子上写的什么啊 空白牌子立好 李孝从上衣口袋掏出只POP广告笔 正要凑上去写字 杨炎远远以嗓子又飘过来 就写 善灾水仙者死 李孝自知李亏 于是一直保持很谦逊姿态 但是到现在也忍不下去了 郁闷回头吼 要不要这么过分呢 吼完再回头 一笔一画地在白板子上描写出重重的字迹 采摘水仙者将坠入地狱 一一无语了 这和扬言说的那句有什么区别 其实区别很大 扬言的是威胁 李孝的是尊重事实 左看看再右看看 一一越发迷茫 这水仙 莫非有什么玄机 话音刚刚落下 风小小从房子里转出来 依依 下班了不回来在这看什么呢 快来快来 亚特兰蒂斯搬来了 我们投影了张地图 咱们来设计一下 女人对于各种装修和设计 总有天然的热情 比如说在自己的新家里面 小到一个可爱的沙发坐垫 大到一套琉璃台的摆设 她们就总想掺和上衣角 在装设和购置的过程中 享受成就喜悦 一般在这样欢乐的时光中 很少有女生会想到 装修完后的整理清洁难度 比如可爱温馨的懒人沙发 放在地上的时候 家里地板至少每天 都要保持清洁吧 一个或两个星期 在地上蹭了又蹭的沙发套 总要彻底洗晒一次吧 不过还好 设计一片城池 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一一欢天喜地地 抛弃杨言和李孝铺进房间 被风小小直接拽进神庭大门 门后是一片空虚 却并不黑暗 而是一种灰蒙蒙的感觉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自然光线下 一片空旷中 只有悬浮在依依脚下的 一片巨大陆地 绵延不绝地几乎伸展到 几人目光尽头 所无法企及的地方 依依一跨过大门 就凭空站在了高空中 条件反射地 盲一把抓住风小小 似乎是想保持平衡 可是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发现 虽然自己脚下是一片空气 自己本身 却并没有感受到重力 也就更不可能出现 彩空跌落的悲剧事件 风小小看上去 比惊魂未定的依依好上那么一点 估计是因为刚才 已经适应过的关系 但是他的另外一只手 也正紧紧搂着福西的胳膊 很明显潜意识中 并不像外表展现出来的 那么若无其事 看到没 下面的就是亚特兰蒂斯 风小小很高兴 冲依依显摆 只取回了主体 及周边那一部分 原本连接的陆地 已经因为地条运动分裂 流失了一部分 所以现在据说 只有四百多万平方公里 嗯 差不多等于半个天朝 爸 一一吐包子般惊叹 七哥 上地图 风小小满意一台下巴 没办法 不是高傲 主要两只手都没空 一直忙着被人抓 一直忙着抓人 福西纵容浅笑下 抬手一挥 一片巨大的俯瞰缩猎图 就投影在了半空中 从地形到珊瑚 无不惊喜逼真 仿佛就是实时拍摄的一样 从深海里新鲜挖出来的 还没来得及整理 咱们先把格局调一下 然后再整理地面上的珊瑚和建筑 风小小兴致勃勃 有玩模拟城市的意思 亚空间的一切法则 都有主神制定 一山倒海只是小意思 飞天遁地也只要有权限就没问题 风小小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福西 从天道手下强来绑定过 从法律意义上 她还是未婚 但如果从混沌法则上来讲的话 其实不讲 大家也都明白了 从海里挖出来的 依依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忧郁了 这么大的陆地都不能把海填平吗 从现实角度来讲的话 整个星球的海水量横定不变 前提下 所谓填海 也只不过是把某一片海水用土地堵塞 驱赶到另外一个敌处罢了 本集演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